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找地方 然后自己慢慢开始注册公司兼企业 八年前回来的时候 很多国内的政策我并不明白 基本上处在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在这方面园区当时帮了我很多的忙 主要支持什么呢 园区免了我两年房租 当时算来是雪中送炭的 刚创业初期的时候 真的是一分钱是一分钱 实际上我们做这行最大的困难 是整个法规的变更 因为我们做到一半的时候 国家在整个临床实验 和这个产品系列的这部分的话 实际上发布了几个不同的法规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上了临床了 需要重新换我们的临床方案 随访的时间也要加长 就是说整个资金的压力也就带来了 那个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有人说第一份工作就是个机遇 我实际上是在美国毕业以后 直接就做了这个 二十几年了 到现在为止 我大概做了九款产品 你要说我在美国呢 应该说是吃酸不丑 然后我毕竟五百强公司也做到总监了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想自己做点想做的事 那么我们这个专业项目当时说 为什么去做呢 这整个一个治疗行业在中国 那个进口产品在有主导 而且是说中国人的整个的发病作卖 跟欧美还是有区别 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呢 叫主动脉覆膜支架 实际上严格地说呢 是分两款产品 一款叫做浮主动脉覆膜支架 一款叫做胸部动脉覆膜支架 虽然进口产品目前占有主导地位 但是进口产品并不能很好地解决 中国的病人真正的这个需求 这个是心脏 这是从心脏出来的就是主动脉 你会看到血管已经分成两部分了 真正原来应该是整个血管共学 那现在就变成只有 这一点点的地方共学 那么会产生就是说 整个脏器共学不足 这个是在中国是占有 整个发病率的70%以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 通过股动脉就是搭腿这个地方 开个小口 把这个支架放进去放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叫微疮治疗 最大的好处是这样的 就是病人不需要手术开刀 一般病人在医院的停留时间就三天 然后一周以后 你跟正常人没什么良药 确实治疗完了以后的话 患者感觉不出什么来 这可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表扬 我刚开始做的话 就是机缘巧合 到后来的情况下 实际上是说 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个东西 换个行业 或者说下辈子做什么 我觉得我下辈子还是在做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Max